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是以大家庭为主的家庭结构 现在也渐渐的演变成为是小家庭了 那对于年轻的夫妻或者是2加1的小家庭来说 他们在选车的时候有哪一些需要考量的呢 轻熟男如果要选择一台都会的代步车的话 除了要能够兼顾家庭的使用之外呢 还希望呢外表非常帅气有形 更重要的是呢能够在都会间呢方便的穿梭 还有有一点点的操控乐趣 还有CP值要很高这么多的条件之下 今天专家要怎么样帮大家建议呢 既然要帮轻熟男来选车的话 而且又要都会的代步车 那就表示说在停车方面也要比较便利了 我们重新被撑了CUV 甚至于是中小型的房车 来帮这些轻熟男们选车 艾达首先你要先推荐给轻熟男们 你认为哪一款车型是最适合轻熟男的 因为我已经过了轻熟男的年纪了 所以你曾经也是吗 曾经当过轻熟男所以有点惊艳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像冠宜所说的 整个社会结构的一个变迁 可能晚婚 可能独生 甚至两夫妻像小叶这样子 所谓的顶客族 两夫妻就不生孩子的 这个顶客族 甚至刚刚冠宜讲的 2加1的这个加1啊 又是小叶代表 这加1可能不是加一个孩子 是加一个宠物 这都是各种不同的组合的模式 其实我觉得蛮适合 所谓在这样子的一个 适婚年龄或者是已婚的轻熟男 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个人反而会比较推荐这种所谓的 跨界型的休旅车 为什么呢 因为跨界型休旅车 我们知道它的车身尺码 稍微算是比较小一点点 但是小不代表的是空间不足 空间其实反而是大的 因为车身尺码小 第一个价格 负担上比较轻盈一点点 第二个 车身尺码小 操控起来比较灵活 第三个它是休旅车 是走在时代的尖端 再来这种所谓的跨界小休旅 通常具备的有什么 比较运动化的跑格的氛围 让这个车子的操控性 跟整个使用的状况 是更加的灵活灵巧 所以我觉得比较适合 轻熟男来去自驾的使用 甚至因为你的车子不会太大 你的另一半想要驾驶的时候 不会造成另一半的负担 而空间表现却又绰绰有余 的确 CUV是现在时代非常流行的车款 但是身为轻熟男的小业 而且又是顶客族 你现在会推荐给跟你差不多身份的朋友 是什么样子车型 好听到这个你刚才介绍我很开心 说我还算轻熟 我原本我算是干事熟成的轻熟男的 已经干事熟成了 好不过以我的例子来说 我确实自己也是选择先贝车 因为像刚才关于说 因为我本身是顶客族 我觉得先贝车在CUV还没有发达 到现在这么流行之前 确实也是很多像这种年轻族群 或者是手购族药或是轻熟男主题的这种族群来说 很好一个选择 因为先贝车多年来就代表一个比较年轻的世代 而且我觉得先贝车很棒的是 它可以说进可攻退可守 比如说像先贝车有发展出一些比较高底盘的 像最近Focus Active这种比较高底盘电影的跨界的意味的先贝车 对不对 甚至还有比较低%的性能意味比较强的GTi 或者是Focus ST这种比较强性能的这种先贝车 所以其实先贝车的范畴很多 选择性多 也可以符合更多不同轻熟男的选择 所以对我来说 先贝车其实还是轻熟男一个很棒 可以彰显你年轻率性的一个很好的代步选择 小叶推荐是先贝车 但是要符合都会代步而且又要能够兼顾家庭来使用的话 那这些条件都能够满足郑杰 你是不婚主义者吗 是 目前是 目前是 还是未来即将不入家庭 这个不能够想肯定 对所以我不敢主任讲 对 你认为你会推荐什么车型 要我推荐的话 其实说真的不管什么年龄层 我都想推荐Coupé 因为我心中就是喜欢跑车 但是因为要顾及实用性 我们要推荐给消费者或者观众的话 一定是要持平来讲 所以最接近Coupé的 但是又要有实用性的车子是什么呢 那只能是三箱车啦 四门三箱车子 所以我会推荐像是比较中小型的房车 甚至是带点跑格 有点Coupé-like的这种 Photo Coupé感觉的车子 现在 以前觉得这种车都很贵 以前什么CLS啊什么 那个都很贵的车子三四百万 但现在其实慢慢慢慢的 其实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现在连Centra 都有点Photo Coupé的感觉 是 所以说你要帅气 然后你当然是车子三箱 车子越长 重心越低 看起来我觉得相对就会比较帅气 然后房车的实用性 大家反正从小到大 大家都一定摸过很多房车了 你说它真的不实用吗 它也不至于到不实用 对都用了十几二十年 怎么可能会不实用 尤其是刚刚讲的 亲手男可能要面对小家庭的 或者是生小孩的这些负担 不能说负担 应该说这些需求 全面的负担 对 其实三箱四门车还是很够用的 所以我推荐三箱四门车 现在我们看到了 各个专家 其实他们有不同的见解 包括有CUV 有人推荐 也有人推荐先辈车 也有人推荐是这种中小型的房车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些专家们 他们到底带了什么车给大家 我们先请小叶带着我们来看一下 他认为先辈车的确是亲手男 最佳的选择 的确在台湾 先辈车很多有型的 或者是年轻的朋友 顶客族 他们都很爱选先辈车 尤其是这一款Mazda 3 对不对 真的 而且我们先来讲一下 亲手男这个名词 亲手男 我觉得很关键是亲 他是怎样 外形还是有年轻的造型 对 那熟是他经过一定的社会历练 其实他对于很多万物的价值 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一些定见 所以他会了解说 我还要外形很帅气 然后一台车的价值在哪 价值他会有自己的想法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Mazda 3 这台车确实是一个很好 来作为介绍的一个范例 我们都知道 因为虽然说美感是因人而异的 但是你看 他这台车有曾经获得过 设计风云奖的车数 是啊 对不对 而且在现在很多讲求 more is more的设计元素里面 它却可以完全反其道而行 它用很简单的线条 去带出整台车的特色 对 它反而是 less is more 兼发美学 对 你看像我们导播 帮我们拍的车头设计 去比较现在现场的两台车就好 你会发现 它真的是简单到不行 对 而且它的折线非常非常的少 对啊 可是我觉得很难的是 用很多的折线 带出一台车的美感容易 但是你要用很少的线 去带出一台车的设计美感 我觉得那个就是功力 没错 因为像很多的那种室内设计师 他们都认为 用最简单的方式设计 然后能够呈现出质感 是最难的 真的是这样 对 好 你看我们除了这样车头 而且我觉得 马自达3很漂亮的是 你要从 不能从完全从正面看 你可以从45度看 你也可以从后方45度看 你会发现 它的很多车身折线 是在不同的光影下才会出现的 对我们如果你看虽然它的 譬如车侧没有折线 可是在光影底下 因为它的板件有一些 有点类似 身体的曲线那种感觉 对 你会发现它车身上 没有很锐利的那种 折的线条是没有错 但是你会发现它很多曲面 而且你知道我平常停车的地方 鞋对面就有一台马三 我每天回去经过它看的时候 就是我在不同角度 会发现它那个折线 不同的光影 就会觉得这个设计师 当初在设计这台车的时候 到底是经过多少的思考 对台内设计出这样子的车型 所以说很多人说 到底混动混动 自打混动是什么样的概念 你轻身看 而且你要在不同的光线下看 你会发现不仅烤漆 或者板件 都是展现出这个设计师的思考 而且它的车色也会有 不同的光影的呈现 确实没错 所以它连当初在车身板件 设计的时候 它把不同颜色的Quick Cause 想出了不同的变化 都想在内容 当然其实我们发现现在 新世代的Mazda 他们希望能够朝向豪华品牌来卖进 除了外型上面 其实大部分的人看了都会很喜欢之外 它在内装的进化上面 是大家非常有感的 好 没错 因为我们今天拿到棚内这台是 9.9万的旗舰进化型 所以它其实在整个内装的布局上 配备都是满配的状态 但是你进去到车内 它有没有符合一台百万名车的概念 或许你进去就会觉得 哇 这台车的内装设计跟外观一样 很简单 但是如果你用手指去摸出每一个的设计面 你用停的像它方向灯的那个声音 你觉得它都是有精心设计过的 就高级车打方向灯的声音 对 真的 而且好 我们说这台车 马自达3以前常会人家在上次代 比较人家诟别人的空间 对不对 可能比较不好 但是不要忘了 我们刚才说的轻松栏定义是 它可能是两个人的使用 或者是2加1的使用 所以这个世代面 虽然说它的空间 但同级比起来或许它不是第一名 但是我觉得以我们刚才的主题设定来说 它的空间是够用的 对不对 所以也适合家庭来使用 对不对 对 然后在多位代铺的时候 因为它的车格又刚刚好 对 好 要停车到那种比较机械的停车位 也可以 对啊 我觉得它唯一可以被 可能如果说同级的 我们现场的一些车款 比如说T-Roc也好 或者是像2GC 这种Coupet-like的车型来说 可能第一个是它的 后行李箱可能空间稍微不足 因为毕竟这台车的后行李箱 可能是327公升 所以说 如果你要硬跟同级比较 确实不够 但是你要想想看 比我以我自己来说 我自己就是开这种先辈车型 我们两个人空间 后箱空间使用 其实很够了 除非你真的是怎样 你真的要重录影 其实都还是够 真的吗 娃娃也放得进去 第二排座椅当然是没有问题 后座当然是可以放这些东西 你在第二排放 在老通安全座椅之后 你后箱还是可以放很多空间机能 而且不要忘了 像这种车型 像比如说有些 这种车款比较跨街风格 像还会有车顶架 可以装车顶箱 你后座椅身材可以倾倒 所以它整个空间机能布局上 对于小家庭 对我们今天所说的亲手男的身份来说 我觉得真的都很够用 对我觉得不只是年轻的夫妻 即使是2加1的话 像这种先辈车 你自己本身之前也有带你的毛小孩 所以其实也是很够用的 甚至于有时候在长辈的时候 也非常非常的OK 确实 好那我们看到如果说在百万之内 你想要选择这种先辈车型的话 其实在市场上还有其他几款的推荐 爱达你觉得还有哪一台车 非常适合亲手男呢 如果要百万来讲的话 日系的品牌 当然马自达3是一个很好的代表 要价84.9万到99.9万 其实我个人觉得有点贵 那当然如果在日本的系列来说 Toyota的Corolla Sport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而且它的7子售价 其实跟马自达3是一样 但是它顶规的车型也只有89.8万 这个价格上就比99.9万的马自达3 差了10万1000元之多 所以在选择上面其实就有非常多的选择 当然这个也有一些欧系的Skoda 或是福特车子可以选择 不过我们还是来看一下Corolla Sport 其实它本来叫做Arus 当然是在去年的根据原厂 整个全球策略的一个调整 那台湾这边也改成了Corolla Sport 那当然它是一个先辈的车型 配置的是TNGA的底盘 我觉得怎么说呢 TNGA的底盘 给予你的一个操控感受 以及行驶的顺畅度 我觉得是非常的强烈 是对于日系车有一个 既定印象的人开到这个车 你会觉得 哇 怎么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会重新再定义 对 重新再定义整个操驾的感受 再来就是说以Toyota Corolla Sport 这个车型来说 设计感相当的强烈 非常的足够 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 太过于外星科技的那种 外星人的造型 不会觉得有点太突兀的感觉 不会 我觉得是恰到好处的一个美学设计 那当然它其实配置的是 热效率非常高的 40%的引擎 也有100多匹的马力 CVT的时速模拟的变速箱 所以整个油耗表现跟它的动力输出 衔接各方面都不错 配上底盘也操控性很好 属于什么 属于你年轻的人 你想要驾驶享受一点 操驾乐趣 基本上是完全不会有问题的 再来就是说 它还有赛车椅 对 双前座的赛车椅 对 我也觉得那个椅子 就是现在一般外面 你买不到这样子的车型 说有配置原厂的赛车椅 所以感觉上很帅气 实际上安全度也是非常的高 因为都受了国外整个完成的测试 尤其TNGA底盘 是让我们觉得最讶异的地方 是Toyota可以有这样的操控性 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那先辈车总是要帅 我觉得甚至它的外型设计上面 比起马自达3还要更加的独特一些些 讲到Mazda3 讲到Toyota的Corona Sport 大家一定马上就想到了福特的Focus 毕竟在台湾的新配车市场里面 可能大家在选择的时候 可能就会想到这三台车了 如果我们以现场RIC 它自身也是福特Focus的车主 而且你现在使用了蛮长一段的时间了 因为你如果三块一年了吧 超过一年了 超过一年了 而且还是2加2来使用这台车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使用心得 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觉得当初 应该说我就是比较习惯开先辈车 加上我的停车位的关系 停车位的考量 对 我的选择其实没有太多 然后不过我个人觉得 以今天这个主题亲手男 我今天刚好是小家庭 然后是2加2的 看起来好像是以Focus 这样的一个中型的先辈集聚来讲 好像才刚刚好而已 可是其实因为像我每个礼拜 我都会可能会休假的时候 就带小朋友可能出去玩 他大清什么的 我除了在车室空间 其实目前来讲 其实我觉得非常充裕 因为它2700mm的轴距 其实我觉得相当够用的 后座做起来 他们也觉得说比我以前的5加的Golf 好然的宽敞许多 再来后箱空间 大家从觉得说 新贝车的汇窗空间好像没有特别大 因为我记得Focus的汇窗空间好像是375 我是放了什么东西呢 我放了一台 就是比较大一点的婴儿推车 折叠起来其实还蛮大 因为它折叠起来还是有大概十几公斤 所以它尺寸算蛮大的 然后放了两台 我儿子的滑板车 然后再放了我的洗车工具 又放了好几把雨伞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375公升其实被我 应该说算是充分的利用 其实我打开的时候 打开后车箱其实已经算8分满了 但是还没有全满 我还是可以放很多东西 今天假如我可能去当卖场采买 我可能提了两三代东西 我还是可以放到后车厢 所以完全没有影响到我的乘坐的空间 所以我个人觉得 目前其实我2加2的加零使用起来 我就觉得还算够用 还算够用 再来是大家可能考量到 我想要买仙背车的时候 我可能考量到一些CP值的问题 那时候同级市场上面 也只有Focus有所谓的 Level 2的A-10这个系统 那这也是 因为我每个礼拜都要走国道5号 所以在雪岁的时候 我用我开启全速去ACC 其实我个人觉得 开车会变得塞车时候 也会变得蛮轻松的 所以整体可能不管它 操控乐趣也好 那Focus从一到四代 其实操控乐趣一直都在水准之上 然后它又有新四代 又有小排机这样的 涡轮增加引擎 然后这种土栓率相当不错的 8速手自排变速箱 所以整体比较起来 我觉得它如果可以在 内装细部的质感上面 再提升一些些 我觉得它的一个竞争力 会非常非常的棒 不过像我弟 他就是之前换了 也是跟你同一代 可是他是ST-Line 他那时候就在 Mazda 3跟Focus之间 在做抉择 他本来就开Focus 结果他就说 他想要换Mazda 他说想换不同的品牌 后来我说 你一定要去试驾 你不要用眼睛去看 或者是去网路上 只有找一些资讯 你一定要去试驾 后来他去试驾之后 然后比较了之后 他觉得CP值很高 开完之后他说 他还是选Focus 我就说 那你不是说你要换品牌吗 他说但开来开去 好像觉得他的感觉 比较是符合我的期待 因为我弟弟也有一点点 热血的成分 所以他觉得说 像在他的小朋友 或者是说在我爸爸妈妈 其实Focus也非常非常的够用 好 除了看来我们看到 在台湾香港说话 欢迎的Focus之外 如果你要空间更大 在同级距里面的话 我想这台车绝对符合你的需求 你的小孩坐在后面 一定会说 爸爸这台车真的好宽敞 那就是Shikoda的Skala 是不是非常符合 亲熟男的选择呢 郑姐 没错 我们刚刚讲到亲熟男 可能即将步入家庭 或者已经有了小家庭了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空间 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每次要讲到 又有空间弹性 然后又要有点个性 又要有点宇宙不同 其实Shikoda的车子 都必须要把它考量进去 因为它真的就是走向了一个 非常特殊的定位 但是这个定位 又不至于说特殊到让大家无法接受 而是反而是吸收大家的喜好 那在Skala上面也是这个样子 因为Skala很好玩 它被我们归类在先背车是没错的 但其实它跟Audi的像Sportback有点像 它其实是介于先背跟旅行车中间的一个车 是 所以它也有旅行车很大空间的优势 是的 我举一个例子 就知道为什么是这样 Shikoda它的车长是4362mm 那Golf旗带 我们都熟悉的Golf旗带是4258 等于多了大概10公分多的长度 车长 然后轴距也多了大概20几公里的车长 所以这样子下来的话 你就知道说 那换来的车长跟轴距换来的 一定就是更大的空间 所以说在这样子类旅行车 半旅行车 半先背的车子 Skala上面 它的空间不管是空间表现 像它的行李箱容积 就到467公升 这就不是一般先背车有的成绩 这也是半旅行车的等级了 然后其次它是MQB平台下面的车子 所以它的新世代的配备 很多的配置 操控的感觉 都是符合我们对一台欧洲车的期待 再加上像是连车道维持 ACC这种基本上几乎是LV2的 这样子的驾驶的辅助系统 它也齐备 然后8寸的触控萤幕 还是像什么甚至无线充电座 还是什么倒车前影 甚至双膝恒温 这些东西一应俱全 所以在这个价位带上 如果你很重视CP值 或者很希望不要跟大家都开制服车来讲的话 你会觉得说 Skala把综合的这些东西都评估下来以后 它是一台相对之下更理性 然后也更加的符合你期待的车子 所以我会推Skala的原因就在这里 真的讲到先背车 除了大家想到这几款的话 讲到先背的钢炮的话 刚才其实我们专家都有提到了Golf Golf的第八代 虽然大家很多车迷们望眼欲穿 还没有来到台湾 可是我们已经听到在英国 已经有消息是 他们的性能版本Golf R 已经开始展开欲接单 而且它的价格 竟然比双背的钢炮还要贵 真的假的 没有错的关系 其实这个是因为 其实其他Golf R的话 其实基本上他们在 之后已经即将要上市 我们先撇开八代Golf 到底要不要来台湾 先不要讲 我们先来谈谈国外的市场 以英国那边的售价来讲 Golf R 其实它的售价是 39,270英镑 折合台币的话 大概是148万元 刚刚官有提到 竟然比双B的竞争对手还要贵 我就把其他的车系给列出来 A35 同级序的 A35的话是146万 以Audi S3的话 它是145万 B&W M135i最便宜 售价折二台币是142万 所以总观看起来 其实在EA2B里面 Golf R反而是最贵的 所以你要想 当然每一个国家 它的税负的订定 其实不太一样 我们来谈谈Golf R 它的动力数据 它还是搭载2.0升的 涡轮增加引擎 而是所谓EA888这具铭鸡 它的马力其实达到315匹 扭力有42.8公斤米 0-100加速 只要4.7秒 其实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加上它有所谓的 Promotion的速能驱动的系统 所以会造就它整个在 新世代上面 包含它的一个新世代 还有所谓的DSG的 双立的汽车变速器系统等等 会让它的加速其实非常非常的猛爆 当然也非常期待它之后 会不会引进来台湾 不过目前为止 应该还是没有那么快 不过我们可以谈谈八代的Golf 既然我们都已经讲到Golf了 其实八代Golf之前以台湾服师的总裁 安事杰他有提到说 最快最快 他们其实目前 台湾这边已经积极的在跟 德国运厂在这边积极争取配额当中 最快可能在今年的第三季 就有可能会亮相 然后也可能Golf跟Golf八代的GTI 也可能会同步的进行亮相 它的动力大载也是2.0升的TSI的 涡轮增压引擎 马力是245匹 然后扭力是大概37公斤米左右 国外其实有测试了 它测试的是八代GTI的手排车型 然后它也测试了0到100 0到100的加速其实在那时候测的时候 是6.3秒 你想想看它是手排车型 假设它今天是我们大家熟知的 DSG的车型的话 它是很可能跑进6秒内 假设是这样的话 其实你看从一代到八代Golf 它基本上它的钢炮的性能本位 性能的DNA 运动的DNA 其实一直都在了 所以不管 虽然说八代Golf车系 在国内也新 应该说网路上已经传得飙飙扬扬 大家也非常期待 如果假设真的像原厂这样 跟我们讲的第三季 有可能引进的话 我相信车迷应该会 非常非常的期待 如果说T-Rock顶归的130几万 那再冲一下牙齿咬一下 多个三四十万 就BMW了 真的假的 对啊 这一台是M-Sport版本 Guin Cup真的是 179 179万 它更入门的一般版本的话 166万而已 喜欢开车的人 又要兼顾一些操控 跟家庭的话 他们觉得仙背车 的确是他们相当好的选择 仙背车除了有相当 外观的帅气的扮相之外 现在时效流行的 这个C-U-V 其实它在外形的设计上面 一点也不输仙背车的帅气 艾达今天要帮我们推荐的这款车 Volkswagen的T-Rock 它是属于Coupé的版本 所以当然大家会觉得说 外形真的很有跑旅的感觉 是冠宜你看一眼望去 光是这一个颜色 就非常非常的特别 这是广告色 对这是广告主打色 你借由这个广告主打色 你可以首先看到引擎盖的部分 你有没有发觉 哇 这台车光是引擎盖的部分 就有相当多的折线 有没有 一条两条三条四条 其实充分的展现出 这台车的肌肉感 既然提到的引擎盖 我们不得不来看一下 这台车引擎盖底下 到底藏的是什么样的 动力输出的来源 首先这个车子有两种 动力输出的来源 分别是1.5升的 涡轮轮软引擎是280的TSI 以及2.0升 也刚刚Rick介绍的 我们这个是配置的 原厂代号是1A888的2.0升 钢内直噴的涡轮轮轮轮 就是Golf那颗 对就是Golf那颗 新典名进 当然在这台车上 就是说330的TSI 擁有的马力是190匹 它的调降稍微比GTI来的 输出稍微来的低一些些 因为它对应它是一个 所谓休旅车的造型 还有高重心一点点的设计 其实讲到高重心 我等一下来跟观众分享一下 我们知道它这台车 配置了这两款的动力输出之后 你就可以知道 你要选择什么样子的动力 是你自己想要体会 什么样的一个加速感 动力感觉 其他的部分基本上差不多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讲安全配备 在这台车上都是一个完全标准 所以1.5 2.0都是一样的 iQ Drive 各方面新世代的一些 主被动安全的设计 那当然冠宜刚也提到的一个 很大的重点 就是这样子一个车型 帅度 首先我们再看看车头的部分 你有没有发觉 这一个车头 它的水箱护照跟前灯的部分 大灯的部分 其实做了一个相连结 有一点点 这台车叫什么 T 什么 T Rock 是T 对不对 你看看这样像不像一个T 对 前脸的部分造型像不像一个小T的感觉 有吗 对不对 有 然后我们看到它的日行灯的部分在这一侧 车头的保感的两侧 在车灯的下方 是围起来的一个日行灯 所以它的造型其实相当的独特 在最下方我们看到的是霧灯的设计 在最下方看到是霧灯的设计 所以这台车 拥有非常多层次的一个变化 对跟刚刚我们看到的这种日式的美学 就比较不一样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造型 那么接下来呢 我想邀请这个冠仪 来到车側的部分来看 因为我觉得车側是这台车 蛮大的一个重点 因为首先这台是一个R Line的车型 所以它在叶子板上面有一个R Line的 这个Badge 有没有看到 因为这个Badge还延伸到了什么 前门 延伸到了前门 所以它这个R Line的车型 就是有不一样的一个空力套件 包含我们看到车门下缘的部分 这个浪板的部分 车群的部分 它浪板的部分 采用车身同色烤漆的一个标示 那当然呢 轮胎跟铝圈的一个尺寸 也会变得比较大一些些 也会变得比较大一些 那当然呢 有一个双色的设计 你有没有发现它A柱 B柱 C柱 以及车底加上后照镜 都跟车身不一样的颜色 有那种悬浮车顶的感觉 这个要选吗 双色是另外的一个配置 那车上面也有行李架 以及全景天窗的设计 那当然很有趣的一个点就是说 看到车尾 来来来 我们来后退部分来看一下 你有没有看到这一个C柱 非常的巨大 但是是倾斜的造型 尤其它延伸的这个镀铬的四条 其实从前面的窗框 一路延伸下来到C柱 而且它收束的地方是比较宽的 对 所以创造出什么 创造出我们讲的跑隔 对 跑旅的感觉 跑旅的感觉 因为它是休旅车 又创造出它的跑隔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 对这种车尺的一个称号 叫做跑旅 跑旅式的设计 那讲到跑旅式的设计 我们刚刚讲了 它的动力输出稍微 比较调降一点点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车子本身的乘坐姿势 比较高 车身的重心比较高 但是它的操控有没有影响 我可以在这边告诉各位 它操控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影响 甚至因为它开起来就很像Golf一样 因为它的车身尺码 稍微比Golf 还要刻意的去缩短了一些些 就是为了它开起来更加的灵活 更加的怎样 我们讲 Rudia 更加的热血一点点 对更加热血 操控要更加的灵活 所以这个车开起来基本上 我觉得就是一台Golf 而且只是乘坐姿势比较高一些些 对 然后车的空间多一些些 视野变得更棒 然后车的内部的空间 因为受惠于整个CUB 高的车体的造型设计 所以在内部的空间压迫感受 各方面是比Golf还要来得更好 对 这点是我觉得非常特别的地方 如果说你觉得你只是要享受 自驾的乐趣跟过程 你可以选择1.5升的动力 280TSI 就是有外表的帅气 外表一样是这么的帅 一样有这么样的实用性 但是你又想要这样子的帅度跟实用性 你还想要动力性的话 真的可以建议你选择配置 1A88引擎的2.0升的 330 TSI的这一个车型 而且最主要是在后手市场的改装上面 1A88引擎的改装动力 可以说是 增加的空间 非常大幅度的一个增加空间 这一点就是给观众朋友们 一点点分享 而且很多的福斯粉说 台湾人就是要买这一台 因为它的T-ROG 台湾ROC 是不是属于台湾人的车 我们看到像这种 属于比较帅气的 那种类苦配的跑旅的造型之外 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近期 才刚进行小改款的Eclipse Cross 而且这一台车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非常符合 轻熟男的选择 郑杰 其实我最喜欢推荐这种 刚刚像我讲Skala 就是比一般的同级兼配 又来得长一点 现在冠一跟我们提到Eclipse Cross 它其实也比同级的CV 又长一点 而且这一次的小改款 更有趣的是它还继续加长 真的喔 本来4米4左右的车长 现在到4米5几了 大概4米55了 那这样就不叫小改款 感觉很像大改款 有点像 因为它增加了车长 所以它让它的后行李箱空间 整个突出出来了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的行李箱空间足足 增加了15%的容积 其实这相当的惊人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你这台车看起来也会更加的 不管说是霸气还是大气 都是 因为其实到4米5多 像我刚刚讲 它是已经车长4米55了 其实我们熟悉的Ruffle 也不过4米6 就是更符合中型SUV 你会把它看作是SUV的 你慢慢觉得说 它虽然是CUV的称号 但是其实它有SUV的车格了 那我想这样子 以小吃大的策略呢 对我而言我是买单的啦 因为这样子 刚刚讲的嘛 亲手难 有家庭需求 所以空间一定是必须考量的 对 车越大 就会空间越大 一吋长一吋强 这是不变的道理 那除此之外 这是小改款其实 变化上真的 以小改款来讲 算是非常的多 像它前面还是X型的 Dynamic Show 2.0的设计与会 但是很好玩的是 它跟一般的小改款不一样 一般就是头灯动一动啊 保管修一修啊 它不是 它把上面本来头灯的地方 变成日行灯了 对 LED 头灯 下移到本来 我们觉得是在雾灯的地方了 然后后面呢 我们以前对它很有印象的 它是不是有双层的 后挡风玻璃 对 那是说它的尾灯 它是贯穿了 后挡风玻璃 然后有些人会觉得遮到视线 是的 这个双层玻璃 其实我们在以前 不少车上看过了嘛 对不对 像本田的CRZ啊 这样子 可是其实这个是设计 大于使用性的 我说真的 而且现在后倒车的辅助 像摄影机这种东西 那么多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 一定要有这样子一个视野 来补助你的视觉太过度 所以它就把这个取消掉 也因此让这个车的车尾 Eclipse的车尾 看起来更有家族式的设计的 的那个样态 然后也因此看起来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变比较好看 没有那么突兀 没有那么奇怪 除此之外呢 它还加上像内装配备 一定会增强的啦 像它改成9寸的Panasonic的 触控萤幕啊 可以连接手机啊 还有像是说 它的电动驾驶 它的电动座椅 也从本来只有驾驶座 延伸到副驾也有了 举凡这些改变呢 我觉得都让这台车的 竞争性更加的强烈 所以现在因为这些东西增加了 现在的价格呢 则小小的提高了 变成两个车型 106.7万跟115.2万两个车型 不过呢 旧空间旧外形 所有的设计面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这车子在竞争力上面 还是非常强大的 尤其是在台湾啊 大家会发现 现在CUV越来越多人选择它了 因为毕竟在台湾的整个环境 的用车环境来说 CUV的车格的确是很适切 尤其是CUV又加上了跑旅的设计的话呢 不论我们刚才推荐给大家的 T-Roc 或者是像Eglise Cross 这都属于比较车格大一些些的 但如果你想要小一点的车格 而且又要是跑旅的这种CUV的话 有没有推荐的呢小叶 好虽然我一开始推荐 轻熟难选的是先辈车嘛 但是因为就像刚才关于说 现在真的是CUV的时代 是 套一句我们台语常说叫大春啊 对不对 尤其是2020年下半年 整个是盛产的状态 那有一台车我觉得 特别要跟大家来推荐就是 你上了Juke 为什么 因为其实你上了Juke 这台车在整个CUV的急剧 它算是走在很前面 它算十足 算十足 很早很早就出来了 所以它第二代呢 我觉得它其实更帅性 只是因为在2020年下半年 那时候几乎是CUV大爆炸的年代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Juke 要怎么符合轻熟难的需求 我们都知道轻熟难有几个购车需求 比如说它要长得帅嘛 它要有乐趣嘛 空间实用 再来就是CP值 那我们先来看讲外形长得帅 我觉得这一代的Juke 比第一代来说 虽然它没有这么圆润 多了一些比较直的线条 但是它比较帅性一点 还有你看它很去辨识性的车头 它那个Y字型头灯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以帅度来说 我个人真的认为 这一代的Juke 比上一代更来的帅 对 那我们来讲 第二个是什么 它的乐趣性 你看它最高规格配的是19寸的圈 里面的跑车座椅 Akentara的内装 我记得爱戴也开过 所以光我刚才讲那些配备 它其实不像一台CV 它根本就是一台刚好 我觉得它的音响太厉害了 它不管是看起来 开起来 坐起来 听起来都有它的乐趣 好 再来我们第三个是什么 空间实用性 2加1的空间实用机能 它的这一次虽然车高比较 车厂来到了4米2 但是它的车高 还是没有超过1.6米 所以机械停车位 基本上是不受限的 是的 所以Rick他们家 可能机械停车位 也是停得下 因为它没有超过1米6 好 再来是我们说的 外形的放大以外 车内的空间如何 以后座来说 可能是以前我们觉得 它比较局限的地方 对不对 这一代 它针对轴距拉长 整个空间放大之后 后座来说 它头部空间多了1.1公分 腿部空间多了5.8公分 后箱的容积 大概到了422公升 所以整个来说 你说2加1的设定也好 顶科组的设定也好 我相信空间约定是足够的 因为对于一般的小家庭来说 后箱只要有400公升以上 应该来说 不会太坐金箭轴 没错 最后一个就是CP值的部分 好 它现在换的这个引擎 是1.0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搭配了双离合机 自首排变速箱 动力表现虽然说 110几匹的马力不算厉害 但是它的油耗 超过1公升 会跑17公里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 整个效率也好 帅心也好 空间也好 各方面的乐趣也好 Jubert真的是 必须要推荐的一台车 真的 因为像都会的亲熟男 要选择都会代步车 又要符合很多的条件 符合家庭使用 然后又要帅气 然后它又有些操控性 更重要是CP值要够高 刚才其实郑杰也推荐给大家 他觉得帅气的男生 就是要开轿跑车 那你今天我们带来什么样车款呢 这台车停在现场 好难选 刚才我们推荐给大家 CUV或者是有先辈车 真的每一台都好帅 但是要讲帅的话 我觉得还是这个最帅 不能否认的 那你要说服大家 比如说它的空间 对不对 是不是符合这种家庭的期待 空间来讲 当然一定不会比CUV 如果要我心目中选出一个样板来 就是最理想的那个形态来的话 2GC应该就是我心目中可以想到最符合大众需求 然后虽然说它价格确实 跟一般人购车预算来的真的高了一点点 就是想要入主豪华品牌 可是又能够符合你自己的期待 又要帅帅的 而且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像马自达3 或者像T-Roc这样的车子 现在的车子突然觉得 就算你是亲手男 就算你想要一点点小个性 有点小运动 都要100万甚至以上了 没办法 因为现在很多的电子配备 还有那种Adus全部都配上了 全部都配上了 而且车子真的是更帅了 可是这样子一来的时候 你会想想 如果说T-Roc顶规的130几万 那再充一下牙齿咬一下 多个三四十万就BMW了 真的假的 对啊 这台是NSPO版本 179 179万 它更入门的一般版本的话 166万而已 可以 不能说而已 但是就是说牙齿咬的是买得上去的车子 对 可以 而且你能换到这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看到它的外观设计 其实一眼就很清楚了 它这个车子4米5左右的长度 但它车高只有1420mm 它比起我们觉得很帅的E系列 还要有矮的14mm 那它就比较强调操控性 车子一长 车高一降 整个重心是不是就降下来 对 看起来又比较像跑车了 就是像跑车 对 而且它既然叫Grand Coupe GC 就表示它一定有很多的 他们所谓的Coupe的元素在里面 而且尤其是这台179的M Sport版本 我会比较推这个车子的原因是在于 首先外观的M款空地套件 你可以看到这个帅气度 18吋铝圈一加上去 是不是才有跑车的感觉 对 而且你买BMW怎么能够不选择M Sport 如果有得选差十几万 牙齿都已经咬一次 就咬第二次就好了 然后所以来了 水降护照你看 炯炯有神 然后车身很多的饰调 它都从督克改成 是那个类钢琴烤漆的黑色的 比较好看 好看很多啊 尤其是这样子运动感 又更加强烈对不对 是 然后这个引擎呢 1.5升三缸的涡轮增加引擎 省税 然后动力也不输人家 140匹 虽然说140匹可能你不觉得说 BMW你可能需要更大的动力的时候 那你可以选235啦 不过那个价格当然就是有往上方 但是如果你是都会代步用的话 其实它的均衡性非常够 加上BMW本来它的操控就是 就是50比50的操控的感受 我们开过嘛 它的感觉其实是真的很棒的 还是BMW的跑车的那种感觉 尤其是你会买2GC的人 我想之前应该可能 比较不见得有BMW的经验 但是你开了这个车以后 你会知道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风BMW 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BMW 底盘操控 然后整个车身的配重 而且我觉得它开起来 甚至比我们已经很喜欢的E系列 又多了一点点的 戏剧性的那种张力 因为它车场更长 重心稍微后面又多了一点点 所以你开起来你会更有一点 虽然它是前驱驶平台 它也是前驶驶车 但你会更有以前的BMW 记忆中的印象在里面 除此之外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车窗 它也是采用无窗框的设计 因为它要呼应它的COPPE这个说法 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我开一点 170几万 你看 没有窗框有没有 帅欸 你一开车门对不对 脚一踏下来的时候 整个人帅了60分 再加60分 对对对 再加到60分 开这个车就已经有40分了 然后出来又加60分 就100分了 真的 而且NSPORT版本 你可以看到 跑车座椅 双材质 几皮 然后跑车方向盘 所有的内装事件 还有现在新的这种新式的 像是那种车内的导光LED 气氛灯这些东西 其实都做得很棒 而且更重要的 它的数位仪表 然后这些A-DAS应该也有上去 一定 双10.25寸 对对 中痛也是 再加上它本来就有iDrive 7.0 然后其实到去年的年尾的时候 它又增加了一些配件 像是用iPhone可以解锁的手机套10R 这个也有 现在也有 哇 然后还有像是语音的那个 有没有三控 语音导航 语音的2.0 对对对 它变比较聪明 对 都更符合我们现在对于B&W的期待 那其实呢 我们刚刚其实一直都在聊 实用性 如果说三箱车跟仙背车 仙背车看起来更有弹性 因为它后座放倒以后会一个大空间出来 三箱车放倒以后好像只是一个小洞 但其实这台车子 它比起它系书同盟的E系列来讲 它的行李箱空间反而更大 纯算容积的话反而更大 所以说在弹性上 也许你要放大物件 E系列会好放一些 但是如果说你纯旧容积 或者你后座以备不倒 你常常都要坐四个人或五个人的时候 其实三箱车还是有它的优势 它的后座 它多出来这个车长 它当然就会多了这个行李箱容积出来 就如果你想要去买家具的时候 就不要开自己这台车 你就去租Iran就好了 意思是这样子 其实我最近去IKEA搬货 我也是跟车上借车 就不要用自己的车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如果你在空间没有极度需求的时候 然后你的手上的钱 又还算有一点 可以升级到豪华品牌来说 我觉得21C真的是 我觉得亲手男一个 可以当做目标的一个考量的车子 听正爷这样讲 好像还蛮打动得了这个亲手男的选择 但是其实在这个集聚里面 我们看到B&W的2GC 马上就会想到宾市的CLA 没错 到底应该要怎么选这两款车呢 Rick 没有错 我觉得目前刚刚听郑杰介绍完2GC 我个人觉得 它的同级对手就是宾市的CLA 这两部车平常心讲 还真的蛮难选的 因为你像说它定位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有Coupé-like的一个四门的中小型房车 然后它的动力急距上面 其实我个人觉得也差不多 一个是1.5升的 然后一个是1.3升四缸的 然后一个是三缸的 一个是四缸的 当然都有所谓的2.0升的 四缸的一个涡轮增压引擎 我们表上其实很清楚 它基本上它的一个入门价格带 以2GC来讲 它是166万到M235i的一个260万 可是以CLA来讲 它的车型选择就稍微少了一点点 它是有CLA200跟CLA250 它的售价是189到229万 通常你会觉得说 那看起来好像2GC 好像比较容易入门 因为它166万就可以入门 可是它166万是218i的车型 我个人推荐 你是一个亲手男 你今天可能是资金 预算比较充足的 科技新贵也好 我个人觉得你可以再往上一阶去选 最少最少你要选到我们今天 近鹏这台218的M Sport的车型 因为它除了一些配备上面 外观的一些装点也好 刚刚正姐帮我们介绍 包含内装的这些 有一些M Sport的一些套件 我个人觉得你买它你比较不会后悔 假设你今天也考量到CLA的车型的话 我个人觉得你如果只想看189这个入门的车款 我个人觉得还好 因为第一个 可是它就有163P 是 但是它是1.3升的一个四缸涡轮引擎 大家可能以往对于冰式小排气量 可能不会这么的 不是主流 不会这么有信心 通常都选择2.0升的 然后再来是假设一些安全科技配备来讲 我个人觉得你最少最少还是要选择2.0升四缸的车型 你在选择配备上面还有科技性上面主动安全配备 也会比入门车款还要来得起一点 既然我们都开平式了 就不要开入门 梦想街57号粉丝回馈大放送 第二波我们送出两台 You ready fun的电动机车 我们要恭喜这两位得主 我们之前已经抽出来了 是妹妹跟Jimmy 她们也来到我们现场了 欢迎你们 欢迎 欸 妹妹不是个女生吗 是 我都猜错了 妹妹是我们的宋伯伯 那Jimmy这个就是人如其名 今天各位观众朋友们报告一下 我们第二波的抽奖活动呢 已经这个抽出了两位幸运得主 分明会获得两台台零的 这个e ready fun电动机车 这个是这个蜂蜜桃 以及恰恰那粉 两个不同颜色 等一下两位自己去猜拳 决定谁获得什么样的颜色 真的假的 他们就是这现场这两台 那么希望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能跟大家 帮大家这个鼓励一下 因为他们很恭喜 他们抽到了这个电动机车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第三波的活动 已经在前天礼拜一 1月18号的时候再次的启动 那一样走起两个礼拜 到1月29号 这是最后一波 对 最后一波 我们要送出三台的e ready fun电动机车 一样在画面的左上角 会出现我们梦想街 57号这些字样 记得拍下来 拍下你的电视外框 然后传送到我们粉丝专页 给我们的小编 这样你就可以获得这个什么 抽奖的机会 那么其实如果要想要知道 怎么抽奖 对 我们要问一下 有中奖经验的 对 听说你是每天都看我们节目 是看前面的股票完之后 就接着看节目嘛 对的 那你觉得这个收集的过程 会不会很困难呢 因为出现的时间点不一样 都要非常注意啊 就要很专注的看我们节目 不会只有看那个左上角吧 应该还是会看节目内容 还会看节目 也是会看节目内容 那Jim呢 你会不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没有什么小技巧 就是要准时收看 要准时收看 没有别的技巧 就是准时收看 然后手机带在那个身上 随时随地就拍下来就对了 所以你觉得第二次 有没有比第一次更容易 第二次比第一次比较容易 因为出现的频率比较高 真的 所以两位有幸运之神眷恋你们 所以可以得到这个 现场的这两台 是的 听完两位幸运中奖儿的分析之后 我告诉各位什么 第三波出现的频率会更高 也就是中奖的几率会更多了 所以希望大家在年前 都能够有机会来抽中我们的 Evady Fun电动汽车 还有三个名额 三台机会 从1月18号到1月29号 请大家一定要准时 每天晚上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 准时收看我们梦想街57号 知道我们要恭喜宋伯伯 还有Jimmy 真的这一次能够把我们的Evady Fun 给骑回去 待会也要填一下相关的办法 但是我们为了公平公正公开 所以我们在现场直接做颁奖 那这两台车 大家决定好颜色了没有 所以那宋伯伯先选卦 宋伯伯你觉得要这个桃还是粉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